今天跟大家说《易经秘籍》 我们讲第七节 我们第七集《易经的诗人面相》 如何解密诗人面相 如何解密我们生活中的诗人面相 我们要通过五征的方法 哪五征的方法我告诉大家 第一 要识别人的神经 第二 要识别人的筋骨 第三 要识别人的气色 第四 要识别人的易容面相 第五 要识别人的声音语言 那么《易经》告诉我们阴阳五行 说 禀阴阳以立性 体五行而立行 说什么意思呢 所以还是来自于阴阳五行 那么阴阳分几种 五行分几种 我们先说阴阳 阴阳我们学了 太阴 太阳 少阴 少阳 还有一种阴阳平衡的人 无非这五种 那么先说太阴的人 太阴的人我告诉你 这样的人太阴太损了 他身长不漏 狡诈奸华 所以这样的人肯定差 那么太阳的人 太阳太显 太得手 外露浮夸 浩高无远 这是太阳的人 那么少阳的人 少阳的人 少阳显现 献身所法 自高自大 那么少阴的人 少阴的人叫 少阴显阴 内藏凶险 自私嫉妒 那么只有阴阳平衡的人 那么是中庸之人 安然之德 正好 这是我们说的阴阳 五行 五行识别人 五行我们都知道 木活土金水 木活土金水 木主人 活主理 金主义 水主智 土主信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五种性质 就会出现五种人 那么我给大家讲 我们首先如何识别 我们的神经 就是我们的神经 神经分神分经 神先向神 神就是一个人的神情 你看这个神情 是一个人的灵魂 神长于心附近 通过的眼耳鼻涩身 看出你的表情来 它分五种状态 分鼓 青 秀 肠 媚 鼓 青 秀 肠 媚 都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看 第一种鼓 鼓叫宁然不动 而显微言 姬 这是好的 第二种叫青 青叫成澈静影 目光端正 姬 这是一种 还有种秀 秀叫高洁潇洒 令人爱之不倦 积 第四种叫长 长叫深广 宽广深沉 就是你看着它 会产生一种变化 这是积 第五种叫媚 这媚可能就是 老百姓说差一点了 这样人 就是你看着它也不拘束 所以 虽然它眼睛很明亮 但是你看着它也不拘束 这样就是差一点 这是五种 向完了这个神 之后我们向经 经是什么 经是人的精神 你看人的精神内核 经也讲着原神 所以你走到大街上 看见形形色色的人 可能一部分是好人 一部分是坏人 那么人一看 人有圣贤 圣贤 一看这个人修仁义的 那么就是孔子 那有平和之气 你看这个人修义的 那么有一种正义 凛然 那就是孟子 那你看这个人 比较有清虚之气 有一种无为的状态 那就是老子 你看这个人 有平淡之气 有种逍遥 那就是庄子 那么还有 到了人这个境界 有达人 有达人 超人和真人 达人 急于达尔达人 就成为一种 那什么事情通达 超人 那就是能够超越自我 自己确实有能力 那就超人 真人 就是修道得真的人 你看 这是我们人的境界 当然还有妖魔鬼怪 妖 迷惑人眼线的 魔 缠着内心的 鬼 是做不归这事的 违法乱纪的 怪 老有怨恨的人 你看 你就会看出这些人 这是第一项 项神经 第二项 项筋骨 筋骨就是人比阴阳自弃 萧天逆自行 受五行之之 为妄之灵也 那么五行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口诀 我们可以看一下 五行当中的口诀 告诉我 木寿金方水土肥 木寿金方水煮肥 土行蹲厚贝如归 上肩下阔明为火 五样人行仔细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要像一个人的时候 服务肥就分五种 木行人 火行人 土行人 金行人和水行人 这五种人一眼能看出来 怎么能看出来 我先说第一个 木行人 木行人什么样子的呢 木行人 像看一下图 是这个样子 那木行人 像木 像森林 比较直六 瘦瘦的 那么用五行的形容词 就是木曰曲直 生长生发 它长得脸长 脸轻 身体也修长 手也修长 骨骼也修长 但他这个人的性格就仁爱 有远大的抱负 意志坚强 这叫木行人 那么说完木行人 说火行人 火行人 我们看这个图 火行人 那么就像火 有点烈火炎炎 那么形容词是火约炎上光明磊落 这个人长什么样呢 脸尖 脸红 身体也尖 有的时候称三角 手呢 也是三角形 称三角 骨骼如虎苗 但这样人礼仪 气息清纯 而又明朗 这就是火行人 但性格极 这样你要知道这是火行人 说完火行人 说土行人 土行人 样子就是这样 土行人那就像个土堆似的 像个小衫似的 厚厚刀刀的 形容词说土约架色 包容接纳 那么土行人长得什么样子呢 那肯定脸方的 脸黄的 身体也方 身体敦实 厚重 手也粗短 骨骼入山 踏踏实实 但这样人讲究诚信 坚守正道 金剑强劲 这就是土行人 说完土行人 我们说金行人 那么金行人 你看这个样子 金行人就像一块 像圆润的一金子 那么形容词告诉我们金约从格 并格肃杀 那么金行人长得什么样子呢 脸圆 脸白 身体也圆 圆过伦敦的 它比较富泰 手粗 软润 骨骼如钢铁 它种义气 勇敢果断 金剑强劲 这样人就说金行人 是五行人 那么说第五个 我们的水行人 水行人就是什么样子呢 水行人我们可以看 就是有点像水似的 那么由于流动 形式就水越润下 润泽湿 它脸有点浮 那么脸黑 身体有流线性 那么还有身体不直肉 手也弯曲 骨骼如水蛇 但这样人智慧 通晓事物 洞察细微 这就是水行人 说完这个 其实我们总结一下 叫做木骨 火气 土鸡 金金和水穴 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木 木相当于我们的骨骼 火气相当于我们的气息 土相当于我们的肌肉 金相当于我们的金剑 水相当于我们的血脉 那么这就是木骨 主我们人 火气主我们礼 土鸡主我们信 金金主我们义 水穴主我们智 这是第三项 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叫香气色 香气色很重要 那么古人告诉我们 变气色 一定要记住 变四十之气 如春蚕兔丝之微微 察五方之色 如浮云浮日之续续 看气色 其实气色是从我们五丈来的 五丈里的喜怒哀乐 等情绪变化来的 那么变气色当中 我告诉大家 你要知道这个人的 三个气 叫自然之气 所习之气 还有所养之气 自然之气 天赋得来 看这个 因为你出生在什么地方 在山里 在水里头 还在平原 这就是自然之气 所养之气 所养得来 是养来的 因为那人一看 你读过很多书 一看 你从脸上都看出来 就是所养之气 所习之气 所以你参加 你天天晚上到歌厅 光浪光光浪光 脸儿笑 脸儿照错 那么一看就是你闹腾了 小脸和黑眼圈都黑眼圈 所以所习之气 你沾眼什么气 就出现什么样一个像 说完这个之后 那么说我们怎么去看一个人的气色 那我告诉你的秘诀 气色不用忙 你要看印堂 所有的气色都冲着脑门的印堂发出了光 你的印堂暗了 那么完了 出事了 印堂有光 就说明你正在运气好 那么印堂分五种颜色 就是属于暗五行分的 我们先说印堂分青 赤 黄 白 黑 青赤 黄 白 黑 先说青色 青色分吉祥的和不吉祥 青色就属于发绿版 所以你印堂竹叶柳 顺利又长久 印堂像一个柳叶或者竹叶 比较正的那种青色 那么你顺利又长久 吉祥OK 印堂竹叶柳 顺利又长久是吉祥的 记住 那么说印堂不好 清黑枯 疾病灾祸枯 一看它的印堂 那么有青色又黑了 而且干 那么完了 有灾祸来不好 那么再看印堂的赤色的印堂 赤色的印堂中我们要看 印堂红紫光 升官好吉祥 看这个 印堂红紫光 升官好吉祥 那么这是好的 你看它那眼镜脑门带着紫光来的 但它红色过于红了 都灶了 都灶了 一看脸 这一下子都是红点都出来了 那就灶了 印堂赤红灶 疾病灾祸到 肯定有病 印堂赤红灶 疾病灾祸到 这也不好了 那么印堂黄色的 印堂黄紫光 尽财好吉祥 脑门好像尽了财 就是说收了很多银子之后 脑门就反映出一种黄金的颜色 真是这样的 但你要印堂的黄金变成污泥了 印堂黄污泥 破财吉兵器 你看这人花钱太多 破财了 印堂黄污泥 破财吉兵器 这也不好了 那么白色 印堂你要白如玉 财富有富玉 一看印堂 白色虽然是白 但是像玉一样 那好 财富如富玉 这个好的 但白色如果要像 沾上灰了 那就不好了 印堂白如灰 疾病灾祸灰 那么只有灰气 谁在印堂 一看像灰不亮 那就灰气不好了 那么黑色的印堂 黑色的印堂 如果黑中见亮就好 印堂黑上亮 健康又吉祥 这是吉祥的 但印堂黑上黑 疾病一大堆 完了 脸都黑得不得了 那就说明病已经病入高光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项 像气色 第四项 像一人面相 像面相 那么老百姓都说 像有心生 你心中善 你面就善 心恶 面就恶 你看大恶人 脸上带大刀 中恶人脸上带中刀 小恶人脸上带小刀 所以你脸上要恶的人 脸上就带刀 所以这个像面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古代曾国藩 不有一个像面的一个故事吗 他看见三个人 一个是态度温顺 目光低垂 谨慎有余 那么他说这个人适合做文术工作 第二人 能言三变 目光灵动 但是说话是左股右盼 那么曾国藩说 这个人 就是说 狡诈 不可重用 第三个人说 气阳圈 声如空中 目光俊燃 有不可侵犯之气 但这个人就比较刚 那么说暴躁一些 所以要注意别刚强 所以这些事 在像面当中注意到 像面像五种 叫眉眼鼻口耳 但整个先看一个人的大块 大块 你看这个人 如果是方形脸的话 那么张老师告诉你 脸形方方 管理四方 大字 国字脸 方形脸 都是做管理者的多 有管理才华 脸形方方 管理四方 做管理者的多 就是这样的 那么说 这个人是长方形脸好不好 长方形脸 那么大致是长方形脸的人 那么张老师告诉你 脸形长长 营销擅长 一般长方形脸能说会道 做营销的多 脸形长长 营销擅长 做营销的多 那么说 除了营销的说脸形是圆形脸是如何 脸形的脸像金子 那么说脸形圆圆理财数钱 所以做金融的多 或者做一些财务的多 脸形圆圆理财数钱 那么说 这个人三角形脸 不管是下面三角和上面三角 不太好 脸形三角 心眼太小 心眼小 所以这样的人差一点要修炼 那么还有一个人的脸 你看这个人 一看有浮相 有露相 有瘦相 有喜相 有财相 还有古怪的脸 脸形古怪 必是奇才 像马云脸形古怪 必是奇才 每个人的脸都不一样 那我们看眉毛 眉毛有几种情况 我们大家要注意的 我们说眉毛 眉毛第一种情况 叫眉宽清长 富贵隆隆 什么样子 看这个 眉宽清长 富贵隆隆 眉宽清长 富贵隆隆 除了眉毛之后 你说我的眉短好不好 眉短出浓 逆乱必凶 眉短出浓 逆乱必凶 这不好 还有眉生高昂 肯定迹象 你看有眉生的非常高昂 很霸气 那肯定吉祥 眉生高昂 霸气 肯定吉祥 这要记住 还有眉生低眼 肯定凶险 就是眉毛和眼睛压得非常低 不和谐的时候 叫眉生低眼 肯定凶险 这是差 还有没有黑智 聪明在世 所以你眉毛里头有智好 你看谁眉毛里是聪明在世 一生一世都有聪明的才华 这好 还有我们看到 没有白毛 长生不老 所以你看 眼眉中长了一根白毛 长挺长的 还有的人把它拔掉了 这是错误的 所以眉中要长了一根白毛 不要拔 那是长寿的象征 你拔了可能就是 因此对健康不利 所以记住 没有白毛 长生不老 眉毛中一根长毛 你不要拔 我们看眼睛 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口 首先是眼神清秀 肯定有秀 肯定优秀 眼神清秀 一看眼睛 人家就是有神 来得像一波水 叫眼神清秀 肯定优秀 而且均均有神 看 眼神清秀 肯定优秀 那么眼神浑浊 糟了 肯定着魔 你一看他晚上出入歌厅 九四 天天光荡 闹他 眼睛闹得都浑浊了 眼睛一看都不干净 那完了 肯定着魔 眼神浑浊 肯定着魔 这是不好的 还有你看眼神清长 也就是说眼神清长 富贵隆长 什么意思呢 眼神像就看事 像咱们都正常看 但他的眼神 睁眼睛睁不开 嘎巴嘎巴眼睛 那就完了 眼神不清长 眼神清长 叫正常的眼睛 正常的杂马 都叫眼神清长 那么富贵隆长 眼神浮漏就糟了 肯定虚构 你说话 眼神浮漏 左顾右盼 不敢正常看你的人 那么肯定这里头 他是虚的东西多 所以你看 你跟他谈事的时候 面相中 他的眼神不敢正视你的时候 那就是虚构的事多 所以眼神浮漏 肯定虚构 要记住 那么还有凤眼分明 俊俏聪明 一个人眼睛有点像凤凰的眼睛 凤凰眼睛比较圆 而现在他分明 那么这人是俊俏聪明 聪明的人 当然也有的人是龙眼睛 龙眼圆润 聪明调顺 龙眼圆润 那当然了 眼珠很大 而现在很亮 叫龙眼圆润 聪明调顺 也有人是虎的眼睛 虎的眼睛威猛 虎眼威猛 多快好省 很霸气 有一种攫取力 这也很好 但有的人眼睛 就是一见证你 喜笑眉开的 有点魅 有点桃花含笑 迷人如药 桃花眼 一看就犯桃花的人 一看桃花如药 迷人如药 这不好 也有人是杨眼睛 杨眼似白 肯定露才 杨眼睛就是眼影少 就是说他的黑眼人少 白眼人多 杨眼似白 肯定露才 这些人一看就露才 花钱多 不具才 也有的人是舌眼小青 秘密有情 眼睛就是比较 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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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仔细比较 有一些秘密 你看就是秘密有情 舌眼小青 说完了眼睛 我们说鼻子 鼻子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我们鼻子看红正端庄不端庄 鼻子看正 斜 高 低 龙 孔 什么意思 首先看鼻子正不正 鼻子要正 但这个人就正 所以鼻正红直 富贵无极 那也鼻正好 鼻正红直 富贵无极 那么这个人鼻歪不正 完了 很难取胜 你看这个人鼻子斜的 那你就糟糕了 鼻歪不正 很难取胜 那还看这鼻子高和低 高的时候就鼻高而昂 富贵吉祥 一看鼻挺好 鼻高而昂 富贵吉祥 这个 叫鼻高而昂 富贵吉祥 当然有鼻子低的 鼻低塌陷 肯定才陷 鼻子没有鼻子都塌下去了 这不太好 还有鼻后隆起 结大幻结 鼻子不但高 而还厚 鼻子是我们人生的幸福走廊 所以鼻子看你一生幸福幸福 鼻后隆起其大欢喜 这是好的 鼻后隆起其大欢喜 再一看鼻孔 鼻孔有的像猪鼻的 就是鼻孔潮漏 孤独难受 这个差一点 所以鼻孔不要漏 看鼻子我们看耳朵 耳朵这几种 我们要记住 一个是耳朵鲜艳 肯定能干 还有耳朵清紫 没有好事 耳朵就怕是青色紫色 那你就肾不好 耳朵清紫 没有好事 还有看大耳垂轮 就是大耳轮廓 一生安乐 耳朵大 超过眉 那么还有大耳垂的人 这都好 大耳轮廓 一生安乐 再看耳垂 耳垂吹猪 就像佛似的 那么必是富足 耳垂吹猪 必是富足 耳垂吹猪好 记住 还有看耳朵反 耳朵有超风耳 有的贴耳朵 超风耳的人 叫耳反缺陷 必有缺陷 叫耳反缺陷 必有缺陷 还有看耳高于目 必有福禄 耳朵高于眼睛 那好 耳高于路 必有福禄 看耳朵 我们看口 我们的嘴 有没有老百姓说 嘴大 刺四方 海口的最好 口方正大 福瘦也大 还有看口角 你的嘴唇和你的嘴角 它都分明 口角分明肯定能行 还有看你的唇和尺 唇红尺白肯定发财 口方正大 福瘦也大 口角分明肯定能行 口角分明肯定能行 还有看你的 唇红尺白 肯定发财 那么口还有一个 就是如果的口像脚弓 像个弓箭似的 口如脚弓 未知三弓 口如脚弓的人 好 要记住 这是第四项 第五项 像声音语言 声音语言 就是听这些声音 声入轰中 那么是大气者 声音像小鸟 那就小气 声音就记住一点 贵人和小人的声音不一样 贵人的声音发自于丹田 那么神情契合 如上边喊话 声音舒缓深远 小人的声音呢 那么舌尖发出 焦急艰小 神作弃足 那么他传得不远 那你看他干雅的声音 干涩的声音 和清脆的声音 那就不一样 清脆 响贵的声音比较好 干雅 干涩的声音那就差 当然声音分五种 有木音角 火音争 土音功 金音商 水音雨 当然这个声音 我们要慢慢去 把它学会 那么有的是欣喜之音 那你隔很远 就知道像翠竹 有的怒吼之音 像平地声雷 有的哀鸣之音 像破冰 所以声音有阳刚 有阴柔 那我们会变了声音 我们就知道 我们向识人面相当中 五世 掌握了这个五世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了 我们如何识别人才 如何把握我们的面相 知道了这个之后 那么我们如何把握我们易经风水的数字颜色呢 那么请听下一集 易经的数字颜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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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